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经理 我妈呢 那个王总刚走去外滩那家店了 其实王总挺辛苦的 腰病那么厉害 还每天跑来跑去的 我们大家都挺羡慕你的 羡慕我 为什么 你就相当于叼着接钥匙出声 这每天也不用上班 就唱唱歌 搞搞艺术 你 店里生意怎么样 最近我们公司几家餐厅的生意不好 这大家伙都在担心 如果公司要撤店的话 有可能又要解贫员工 那您随便逛逛 我先忙了 再来 您房子几家 打算去看 我去哪子 您收拾 是 您就要给您收拾 您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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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能够稍微调整一下 轻易关店真的是太可惜了 是啊 图图 今天怎么了 没去酒吧呀 我不去了 我明天就去辞职 图图 你怎么了 妈 妈 外婆 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我觉得自己以前 就像是家里的一条鸡生虫 我都二十五岁了 不仅不能帮你们分担 还给你们添不少麻烦 我以前学过企业管理 我想 我可以尝试着去做妈妈的左膀右臂 你们一直都那么宠爱我 你们一直都那么宠爱我 让我随心所欲地去过自己的生活 我迷茫过也任性过 但现在该觉醒了 我有自知之明 我知道 以我的资质 没有办法做一个专业的歌手 而我们家 大大小小那么多餐厅 有好几千个员工 那就意味着 好几千个家庭啊 我想起来 小潘以前跟我说过 劳动最光荣 我觉得她说得对 图图 图图啊 你说得太好了 终于懂事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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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 早 老伯 你买的什么好吃的 早 早 你守着 这么优秀的大厨 咱们到外面去买 怎么那么丢人呢 你看 磁饭糕 我进手做 最爱吃这个 豆浆 我亲自打的 还热着 吃这个 你不怕噎肉啊 你干什么 我这一大口是对你的赞许 味道真不错 那 那一块就行了啊 这不是你的 什么意思 还有特供啊 当然 你妈怕粘牙 这也是夹了鸡蛋清的 太偏心了啊 李先生 你光讨好我妈 就不讨好我了 你还没进门呢 我温馨再提讯你一下 小心 我不同意你们进去 有有有 你好厉害啊 你们的事我们不管 那我们的事你们也 行 行 咱们走了瞧 我上班去了 来来来 到庄 林小明来了 时间来不及了 咱们走吧 去哪儿 你忘了今天什么事了 对对 要看门面吗 对呀 人家 那你也得把这 自动高吃了 来来来来 来不及了 怎么来不及啊 干嘛 别人家催着呢 我亲自炸的 你怎么 好吃 加鸡蛋清了 走吧 来来来来 快 来不及了 还有用姜呢 就就 好好来来来 你别说啊 这个店面一看太小了 他电话是说小 但我没想到那么小 虽然小啊 你发现没有 他竟然有新风设备 那都 也是啊 而且这个店面 倒离地铁部也两百米 四百米处呢 还有好几处写字楼呢 综合条件还是不错 没想到看那么多门面 你居然对这个店满意啊 关键是我这 刚回来 不敢把探子铺子太大 店面小点 小点嘛 挺好 是 蓝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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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阿姨啊 你怎么来了 我被毛老板开除了 是吗 快快快 坐 怎么回事啊 你在他家里坐了两三年了 怎么说开除就开除啊 我也不知道呀 前两天我到毛老板家打扫卫生 在他们那个房间的角落里啊 发现了一对转石而坠 立马我就交给女主人了 这不挺好啊 这实惊不昧啊 就是啊 结果女主人愣了一下 说这个耳垂不是他的 是他女儿的 等等 阿姨 你刚才说你把耳垂 交给女主人的时候 女主人愣了一下 我怎么觉得 有点不对劲啊 他女儿竹子 十岁了 女儿十岁 钻石而坠 恐怕这耳垂啊 也不是女主人的 也更不是他女儿的 什么意思啊 还有第三个人呗 恐怕是阿姨无意中 捅破了男主人的秘密 那开除你的手势怎么说的 昨天晚上我突然接到 毛老板家电话 说他们明天 要出去旅行一个月 叫我不要去上班了 他们那么忙 哪有时间出去旅行啊 恐怕我猜对了 这钻石而坠的出处有问题 阿姨啊 如果你再到新的东家的时候 万一捡到东西 就放在桌子上 显眼的地方 你也知道 每家有每家的事 阿姨知道太多了 主人家心里会不舒服的 我晓得了 谢谢兰姐啊 那要不我先走了 行 那 到时候我找到合适的工作 再联系你 好好好 好 林先生再见啊 是不是我把人都想得太坏了 其实也不是啊 我干中间这么多年吧 我一直不高估人心 也不低凯人心 你 你考的你家 你考取我 你考取我吗 图图 问你个事啊 左飞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对吗 你喜欢他吗 不痛 你和佐菲都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希望我的朋友们都可以幸福 希望你们离前 我会的 小潘 你也要幸福 再见了伤心 再见了昨天 雨后天晴的快乐 才是最想去的地方 天空多自由 却那么遥远 只要让自己勇敢 没有去不了的地方 佐菲 谢谢你来听我唱歌 也谢谢你来请我喝酒 但说实话 你歌唱得真挺好听的 可惜 以后可能唱歌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 因为我做了两个决定 第一 我不做歌手了 回去继承家业 第二 我不再追你了 不过 该请喝酒还得请 跟你开个玩笑 这样 你回去继承家业 如果设计方面 需要我帮什么忙的话 随脚随到 谢谢 谢谢 其实 我也挺感谢这段经历的 让我明白了 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后来我也想清楚了 我们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我一个人瞎起劲有什么用啊 还老给你添麻烦 像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 可以做一个 一辈子的好朋友 为了友谊 实话告诉我 你是不是喜欢小潘啊 嗯 越接近你跟袁一 就越能感觉到 你们对小潘的依赖 她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 特别的善良 既然喜欢她 为什么不告诉她 其实小潘现在什么情况 你也清楚 强求不是办法 一切随缘了 我觉得 小潘怎么选择是小潘的事 但是你至少 应该让她知道 你在想什么 谢谢 你和她说 在她上去 怀孟 你会把约定的窗口 你看整个人都在开心 我一样 有什么平凡的 你会想尽力 休息死他 你挺壮丧的 你会想尽力 你很生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我们现在的规模不大 但是我们有志于发展成家政和护理培训的统一中介机构 对于开展护工这项业务 如果能得到医院的支持和指导 我相信我们培训出来的护工也会是专业的 有医院做后盾 我们应该会很强大 还有就是医院也会是我们护工的一个主要流向 林小姐 不瞒你说 我们医院的护工缺口很大 我们也实在没有人员和精力去做系统的培训 有现成的招募和培训那是最好了 我们人手不多 不过尽可能地提供一些 培训指导是没问题的 太好了 我前两天推荐来的那两个护工做得怎么样 不错 特别是护理老人的那个小张 出事了 怎么了 护工小张出事了 到底怎么回事 小张前今天照顾着老人去世了 今天老人送他过来闹事 干吗呀 孩子 冷静点 冷静点 先生 救你呀 老人 别害了 你知道我这个世界成本来的最后最好 你为什么要害死他呀 你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二三 你别冲动 昨天他奶奶去世了 他受了更大的刺激 求求你们 救救他 你要是叫什么来的 吴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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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风 昨天你奶奶是我照顾的 跟她没有关系 你把她放了 是 你 对 是我 对不起 是我的错 你把她放了 好吗 你别动 这是你 这是你 真的是我没有骗你 你把她放了 我现在就过去 我跟你走 你先把她送了 跟我前走点 老师 你们为什么都要害我奶奶呀 她怎么拟了 那那么好的人 我送你们家道歉吧 你给我把她放了 你给我把她放了 老师 你什么呀 你什么呀 我回来了 我看我 走了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喂 小帕 别着急 我也刚到 等你 对不起啊 佐菲 喂 刚医院临时出了点事 周志伟正好突然从日本回来了 今天我不能过去了 真抱歉 好 知道 上海还是这么美啊 你说你怎么神出鬼没的呀 回来不说医生就算了 你还跑到医院来了 医生不可能 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惊 惊喜 我拿到博士学位了 真的啊 博士不是很厉害 恭喜 恭喜 快看 腰花 好漂亮啊 什么 好漂亮啊 这不就是在帮你庆祝 拿到博士学位了吗 你看 你还记得 足利的烟花大会吗 当然记得了 那天去了好多人 咱们俩走三 是啊 明天还把你给努丢了 人群里到处找你 回来特别着急 但是免得你开心的 回来咱俩还是说好嘛 以后每年都要去日本的 足利烟花大会看看 很亏计今年没赶上 错过了就错过了吧 现在想想 其实人生也没有那么多 一定要做的事情 也不是小谭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 这是小谭 游泳 不能让我选择 咱们两天 游泳 是不是 有小谭 你这么想 是하게了 有小谭 你个人 其实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我也想过 我们还有没有在一起的可能 但是 我 我们现在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以后 我们之间好像有段距离 但是现在的我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会努力去做 我会慢慢地把这段距离给弥补上 什么时候你能接着我了 再跟我说 好吗 看电话 那个好大啊 妈 我回来了 回来了 还没吃饭呢吧 我给你弄点吃的 垫了一点 不 妈 不用了 我垫了一口 咳死我了 妈 您不知道 这装修老房子可累了 牵扯我特别多的精力 我理解 所以妈 袁一这块还得辛苦您了 说什么呢 作菲啊 别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这人生长着呢 有期有落 再说了 你对袁一 你对孤山那么好 我照顾你 还不是应该的 让您费心了 最近 怎么不见小盼来咱们家呀 他最近挺忙的 看来 袁一是真的喜欢小盼 小盼这姑娘啊 也不错 我以前 对小盼那个态度 看来是有点过了 不过我之所以那么对她 我是觉得她太年轻了 给袁一做妈妈不合适 可是现在看来呀 他们两个是真的有缘 袁一啊是真的喜欢她 妈 是吗 林小姐人是不错 但您忘了 她有对象 还给您看过照片呢 是 是这样 我还是去给你做一碗面条吧 你赶快去洗个澡 今天呢就别回去了 睡在这儿吧 啊 各位 我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 这位是东京大学博士 周之伟先生 我之前就跟大家表示过 能够有周先生加入我们的团队 是我的荣幸啊 周先生是这个领域的高级人才 他的博士论文 刚好就和我们主要的研发方向相关 所以我大胆地将她委以重任 希望她能早日地融入我们的团队 成为带头人 欢迎 谢谢 希望今后大家能够多多指教 希望我们能够愉快地工作 谢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 天气都很热 不过我们大家还是要坚持 对吧 你现在赶紧去帮太太 你把里面的工作要做好 昨天的问题不许再犯 明白了吗 去吧 这是蓝姐中介公司吧 对 您是要找保姆吗 是 我想请一个临时保姆 有吗 有 来 您坐 坐下 师傅 请 这样 阿姨 您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提 我们尽量满足 是这样的 我呢 想请一个临时保姆 陪我去乡下老家看看 大概要来会儿两个星期 那么食宿啊 这一切都由我来出 你看看大概要多少钱 我们这边的终点工呢 是四十元一个小时 对 如果按您这么说的话 大概需要十个小时呢 也就是四百元 如果是两周的话就是 十五天大概要六千元 对 如果要是去外地的话 可能费用还要高一点点 好 阿姨 这么贵啊 现在去 这样 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好好好 我再考虑考虑 好 我再考虑考虑 好 您慢一点啊 哎 哎呀 这儿包包嘛 梦圆梅 恶性肿疗 好 没事吧 要不我扶您回屋坐会儿 好 没事 对 您包忘了 谢谢 要不 我 我送您回家吧 不用了 没事 没有几步路 好 阿姨 我还是送您的 不要了 我自己走 我能走 好 哎呀 淡姐 我给你发的视频 你看了没 看了 太美了 那是昨天周之伟 给我拍的 年华 你们来就好了 那个 行 你放心吧 你放心啊 我给你 你干嘛呀 我给你 你给我 你干嘛呀你 我给你 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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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像男孩子一样 好不好 我已经挂了 来坐下 大宝贝 你能不能 不要一听到什么 周之伟就爆跳颅雷 好不好 林桑 你能不能 接受现实啊 现在这周之伟啊 跑回日本去 一边在店里打工 一边拿到了学位 算是要学好的一种表现 尤其是她的医院 这个 救了小畔 据说当时 就很 很危险的呢 这个举动还是 既然啊 这松孩子 他想学好 想改革自信 那做长辈的 没得给她个机会啊 给你点个赞 你真的 愿意去建工厂 对 我想去锻炼锻炼 你能给我这机会吗 你这个提议呢 我之前倒是没想过 不过我会考虑一下的 我很清楚老板 我确实有一张很好的文凭 但是在实战方面 我还缺少一些经验 我希望能去晚山鞋 如果这么一比的话 李总他比我有经验 他在公司待了十几年 而且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您让他留下 我去多努力 这样对大家都好 现在年轻人啊 容易自高自大 我果然没看错你 也好样的 好 你能这么想 我很高兴 那就先派你去负责工厂选址吧 谢谢 谢谢老板 好 吃饭了 这就是你一直住的地方 对啊 之前是不能图租的 现在是我租的 不过现在住起来 比之前踏实多了 这是刚来的第一顿 别想喊着 怎么会啊 挺好的 以前在日本的时候 不是也经常吃吗 现在想起来 真是幸福啊 是啊 要是没有中间那一段就好了 你跟之前不一样了 哪里不一样 以前做什么事情 不想不顾 不计代价 现在不一样了 是吗 可能是因为 以前没得选 只能一条路走下去 而现在的男呢 是因为有得选了 就会特别怕选错 因为当局者命 也许吧 也许吧 但好像也不全是 其实我特别被动 我害怕改变 你以前看到的我 那么横冲直撞 是因为如果不那样的话 就没有出路啊 好吃吗 我还没吃呢 那快尝尝 还是以前的味道吗 那就好 干嘛呀 大晚上让我来中间 都睿督 叫你来就有很重要的事情嘛 都督 我准备了好久 你这样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有件东西给你看 把眼睛闭上了 数十下 你能快点 十 十 九 八 七 六 慢一点 慢一点 五 四 三二 一 好看吗 好漂亮啊 婆婆 没想到你还挺浪漫的 那是 那都是你们平常说 我方洛普 直男思维 不懂女人心 我要是真浪漫起来 别人都比不了了 多多 你看是 路肩的好看 还是戴袖子的好看 那儿路肩的好看 会不会太性感了呀 性感怕什么 性感说明男的有本事 能娶到性感的老婆 对对对 那 那个 头纱还戴不戴啊 头纱 我觉得不太适合我吧 好像有点 有点太贤淑了 不符合我 什么 不适合你 你 你不是总说我像女汉子吗 不是 你笑什么呀 你神秘密吗 你笑什么呀 干吗 是 嘟嘟 我今天终于知道什么叫自作多情了 你误会了 我是让你帮我妈选婚纱 你没看那儿写着中老年婚纱呀 那么小的字 谁看得见 方果伯 你叫这故意你耍我呢是吗 我没有 我发誓我没有 我叫你来是帮我的参谋的 我妈当时结婚那么穷 根本就没有婚纱嘛 她一个人那么辛苦把我拉纸袋 她现在结婚 我肯定得给她选一个 又漂亮又好又合适的呀 所以我叫你来呀 你的意见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的意见就是都挺好看的 我先走了 你干吗呀 你生气了 你觉得呢 你不会连我妈的醋都吃吧 你也太小心眼了 我小心眼 放我了 你混蛋 嘟嘟 所以你说 到底是我小心眼 还是放萝卜太过分了 放萝卜这情商真的是 结 是吧 我怎么那么命苦呀 不过话说回来啊 这萝卜心除了缺点眼之外 整体还是比较善良正直的 毕竟没有什么品德问题嘛 沈教练可以好好训练她呀 怎么训练呀 爷的事可以好好训练 这事牵扯到她妈 她怎么开口啊 依我对蓝姐的了解 这件事情啊 顶多就是方萝卜她自己 提头挑子里头热 蓝姐才不想穿婚纱呢 反正方萝卜这次 彻底把我惹到 那么疯刺 多多 这油字啊我可以帮你消灭 但萝卜还真得你自己消化 这又是什么高科技啊 再教你一招 油渍上撒上盐 再用土豆这样抹一抹 因为土豆上呢有淀粉 所以它就有吸附功能 最后再拿湿巾一擦两三十分钟 就OK了 小潘啊 我下辈子要做个男人 干嘛 娶你 那还是方萝卜做女人吧 嗯 我给你 我扫上这萝卜的头头 土豆啊 这餐厅经营的情况真的不错啊 一看你就是用心的 你真的是挺辛苦的 我自从接手了咱们家的生意之后呢 发现自己对这个餐厅管理啊 还是挺感兴趣的 这不继承了你跟我外婆的基因吗 不错不错 真的不错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能做得这么好 土豆 之前你们不是在安徽山区拿了一块地吗 不是想做民宿 后来怎么样了 你说那块地啊 本来我是想请左飞帮我设计一下 我们准备做成高端的民宿 但结果她去了山区之后呢 突然改变了想法 非要做什么生态园区 结果把我架在那儿了 再加上后来 民宿管理比较严格 条条框框的特别的多 我这部新餐厅又上手了吗 人生乏数的 那块地区空在那儿了 这个左飞 不提她了 那就顺其自然吧 那后来那块地怎么打算呢 正好啊 周志伟从日本回上海了 他现在新任职的公司呢 想要选址开新的工厂 我打算把这块地推荐给他 看看能不能符合他们公司的一些要求 你 你和周志伟不都已经是过去时的事了 怎么 怎么又联系上了 他回来之后 我们确实是有见过 但我感觉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而且工作的状态特别的好 我想 以后要是我们能在工作上能够相互帮助 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毕竟啊 他是一个做事非常用心的人 图图 不错不错 你现在啊已经长大了 我从最开始我就看中了周志伟这个孩子 我觉得啊他是做大事的人 妈会支持你 好好的干 继续看吧 挺好的 我觉得可以想想开下一家了 是吗 对啊 你想开什么样的 林桑 来 妈咪 你们二位先坐下 坐下 又怎么了呀 我要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把眼睛闭上 这什么情况啊 干吗 你买把眼睛闭上眼睛了 好吗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行了 你跟都督买上婚纱了 不是我给都督买的 是我给您买的 这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居然给你妈买的婚纱 对啊 穿婚纱是每一个女人的梦想 我得帮我妈咪圆这个梦啊 不是就算你妈有这个梦 那也应该我替她圆啊 罗伯 你这是抢我的活啊 林桑啊 咱们两个还分那么清楚干吗 不都一样吗 都不都漂亮 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 给人都督买婚纱 你跟人求婚了没有 别急了 我跟都督闹了点小别扭了 怎么了 因为这婚纱 那天我想让她帮我参谋一下 帮妈咪选了婚纱 结果她不高兴就走掉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你说到求婚对吧 求婚只是一个形式 我我是一个极简主义者 为什么要拘泥于那些形式呢 我只要好好爱她不就够了吗 你 你这样你这样 你奔着结婚去的你也很难结婚 你去什么 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 抓紧时间给都督买婚纱 避免你儿子 未来的儿子啊 充当你现在这个角色 那我万一生女儿呢 你怎么知道她是儿子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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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儿子你谁 我跟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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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走了 儿子 儿子 不 这呀 叶冠妈 从小到大把你保护得太好了 说好心点呢你是单纯 说不好听的少跟你精 你说这个婚纱吧 是男人跟女人买的 你呀 就应该给嘟嘟买 赶快去给嘟嘟赔礼道歉 知道吗